陈炎若定 周琪做出了意外决定 姚明拍板 CBA下家意外大翻转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广大的CBA球迷高度关注的咱们中国篮球的一哥 周琪在下个赛季重返CBA的下家会是哪只球队 在近日我们看到周琪做出了一个非常令我们感觉到意外的决定 伴随着他做出这个意外的决定 再加上篮鞋仲裁姚明的拍板 也使得周琪的下家上演了一个大翻转 那么最终周琪将会花落谁家 而他的最终下家已经正式的曝光出炉了 那么众所周知 对于周琪来说 其实新赛季他将会加盟到哪只CBA的球队 对于整个联盟的争冠格局将会带来非常巨大的改变和影响 所以说很多球迷也都在高度关注着周琪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那么在前段时间 其实大家也能够有所耳闻 各支CBA的球队也都是给周琪提出了报价 希望能够签下周琪 包括北京首钢 北控 甚至是辽宁 上海和山东 对吧 很多球队也都是传闻中有意要签下周琪 那么各家俱乐部都是一些土豪去的球队 对吧 都是资金实力比较充沛的球队 这些球队想要拿下周琪改变球队的命运 这种想法是好的 但是最终谁能够得到周琪还真的不好说 能够看出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之中啊 谁能够笑到最后啊 需要等待蓝鞋最终的一个仲裁 因为这些俱乐部 首先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种结果 那就是蓝鞋如果仲裁最终宣布了周琪的自由身的话 各家俱乐部首先可以免去了 跟新疆俱乐部谈判的这么一个基础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以节省一大笔转回费的资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以拿这笔资金来打动周琪 让周琪满足他的一些 对于经济上的一些利益上的要求 然后签下周琪 对吧 但是如果说最终蓝鞋仲裁 周琪不能够恢复自由身的话 那么最终 你想要引进周琪的这家俱乐部 还需要跟新疆队先去谈判 跟新疆队谈妥了筹码之后 达成了交易 再跟周琪团队去进行谈判 完成这两个谈判 才能够欣赏周琪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着 蓝鞋最终的仲裁结果 而近日呢 大家也能够有所耳闻 根据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苏群老师 也是发布了一个消息显示 说在截止的7月5日 蓝鞋将会进行最后一次仲裁 仲裁结果公布之后 就将会判定最终周琪去哪里了 但是呢 结果大家等到了这一天晚上之后 还是没有等到最终的结果 蓝鞋的仲裁呢 没有答案 那么大家也都在期盼着 周琪最终究竟会去哪呢 这件事情或许呢 发生着一些扑朔迷离的改变 那么大家都知道 此前传闻中 距离周琪最近的俱乐部是北控 说北控已经无限接近前下周琪了 那么这样的消息真的属实吗 周琪会选择加盟到北控吗 那么周琪其实在近日 他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一个选择 通过他的一个在社交媒体上的摊牌 也暗示着周琪已经向外界宣告了 他的新的东架是哪支球队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其实就在蓝鞋仲裁当天晚上 咱们CBA的知名媒体人 傅真浩发布了一个动态消息 显示 告诉了外界 其实蓝鞋至今为止 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还希望在这一次仲裁结果正式出炉之前 希望周琪新疆上海三方 能够最终私下达成一个协议 对吧 这也就意味着向外界摊牌了 其实他没有提及其他的俱乐部 只是提及了上海和新疆以及周琪 也就意味着目前这两家俱乐部 是在私下进行着周琪的谈判交易 其他的俱乐部已经提前退出了 这也就向外界曝光了周琪的下架 就是上海南岚俱乐部 而在这一次的曝光之前 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大家近期如果说 关注周琪的社交媒体的话 一定会得到一条消息 那就是周琪在近期 已经刚刚关注了上海南岚的教练员刘伟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选手的举动 就意味着他加盟到上海队之间 事情已经迎来了重大的突破 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关注刘伟的 对吧 所以说在他已经关注刘伟的情况下 就意味着他已经得到了明确的消息 自己最终的仲裁结果 即将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 最终他将会在下个赛季登陆上海队 随着周琪关注了刘伟 伴随着相关媒体人曝光了上海和 新疆之间的这种私下的交易 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已经到了最终 尘延落定 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周琪新赛季代表上海队出战CBA 或许这件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